充電車緩緩倒車 停在充電站 取下充電槍 用手機操作就能夠立即充電 我只要把槍拔起來 然後把槍插上去 搶佔電動車充電市場 業者插旗基隆 在中山二路新建一座高速充電站 有別其他充電站 一旁緊鄰金融港西岸 經常有郵輪停靠 高速充電站提供充電服務 同時能夠欣賞金融港景色 充電在過程當中 大概是10分鐘到15分鐘的行為 下車附近走走 那像對面有個便利商店 後面有個港區 其實對於旅遊來講 或是對於風景欣賞來講 這個地點還想要有一個交通便利 它在西岸高架橋下來 就可以直接來充電 政府跟港務公司 事實上都把整個港口邊的周邊 其實都設置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作為一個新進來 加入這個社區的一個業者 我們當然當周邊的顏值都很高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有責任 所以我們把這個場地呢 我們希望設置的開闊 然後設置的舒服 然後也把這個場地的周邊呢 其實都弄了非常多的美化上面的一些設施 我們希望能夠不僅只是在充電需求上面滿足 讓大家在這邊充電的時候很舒服 那在等待充電的20分鐘30分鐘左右的時間呢 在港口邊稍微散散步 我相信都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情 業者投資2500萬新建高速充電站 外型乍看之下像是加油站 設置360k瓦超高速充電功率 提供CCS1和CCS2兩種規格 讓國內所有充電車品牌都可以充電 充電時間10到20分鐘就可以完成 我們希望充電站都只是一個短暫的停留 那它充電速度越快 我停留時間可能只是10分鐘到15分鐘 基本上就可以維持我下一個旅行 下一個旅程的需要甚至是家庭需求 我想高速充電這個部分 對電動車主來講有它的必要性 以前特斯拉的規格 特斯拉它必須要找特斯拉的超充站 但特斯拉在2021年的Q3以後 進了特斯拉的CCS2歐盟的規格 那歐盟的規格在第三方的充電站 就可以來實施充電了 所以現在特斯拉也可以到第三方的充電站來充電 地點上會更普及更多 選在金融港C23碼頭旁設置高速充電站 鄰近高速公路和連結新北萬里 對於節能減碳 政府發展能源政策 市府推動電動運聚有雙重效益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比上站在الم中 記者黃紹明-小島 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